在我们山东有一款名菜 它是把五花肉用稻草缠绕着来炖煮的这样一个菜式 它的特点就是入口即化 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回味无情 今天老刀就教大家如何做出味道上层的靶子肉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食材 配菜有豆腐结 有鹌鹑蛋 还有一点青菜 我们这里边有一碗黄芝士水 它是为我们的五花肉干嘛呢 既能为我们的五花肉增香 还能为我们的五花肉增色 一会儿我做起来 大家看 我们最先处理的就是我们的五花肉 今天大家看老刀选择的五花肉属于五花肉的中段 前面靠前腿 后面靠后腿 这边一侧去掉15厘米 然后中间的剩下这一块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一块 叫五花肉的中段 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从此非常的分明 肥瘦相间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表皮给它烤一下 我们用这个蒙火呀 给它 把它表皮上的毛给它烧一下 并且呢 让它的毛孔放大起来 好 可以了 我们呢 给它烧皮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把这个肉皮上的毛给它烧掉 另外呢 在烧的过程当中 它的毛孔呢 也会收缩掉 这样子呢 我们在煮的时候它就会融张开 这个比较容易的入味 如果大家在家里没有老刀的这样一个工具的话 大家可以呢 把它放到燃气灶上去烧 利用燃气灶的火焰呢 来烧灼它 但是一定要注意 不要把手给烫到了 如果大家说我用燃气灶很危险呢 那我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做呢 那也是可以的 就是找一口铁锅 把这个铁锅呢 烧得非常热的时候 把这个肉皮向下 摁到这个铁锅上 烙一烙 利用铁锅的热度们 把这个肉皮上的毛啊 给它烙掉 另外呢 把这个肉皮给它烧的稍微的有点焦糊的感觉 烧好皮的五花肉呢 我们给它改一下刀 把它呢 大约分成三段 用手比划一下 大约呢 一段十厘米左右 然后我们把烧过皮的五花肉呢 放到龙水当中 这个肉皮向上 瘦肉面向下 放上一点呢 葱 姜 然后呢 加上料酒 大约呢 二十毫升 开火 五花肉呢 我们入锅以后 从开锅开始计时 大约呢 十分钟的时间 这个时间呢 我们把这个料包呢 给它包一下 把这些香料呢 放到一个纱布袋当中 给它呢 缠绕一下 那我们用的这个香料的量呢 并不是太多 这些香料呢 目的不是为了把这个肉的味道给它盖住 而是呢 为了让我们肉的味道能够激发出它的香味来 所以说这个香料呢 一定要少不要多 现在呢 咱们这个五花肉呢 已经煮到火候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五花肉啊 捞出来 放到温水里边啊 一定记得使用温水 这个水呢 如果你使用冷水的话呢 就会让我们热的这个肉的表面呢 迅速的变硬 然后你再吃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五花肉就会比较的硬 然后呢 我们把五花肉的表面啊 都要给它清洗一下 尤其是这个缝隙当中啊 这些血渣 因为呢 这个猪肉当中溶解出来的这些血水啊 它会凝固 形成血渣 附着在这个肉的表面 那这个呢 我们一定要给它洗干净 然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肉皮这面啊 我们烧过的这个部位 这些焦黄的这些地方都给它刮一刮 刮下来 这个时候呢 很容易的就给它刮下来 然后呢 把它洗掉 好 把它洗好了呢 放到一边 我们收拾好的五花肉啊 要给它改一下刀 我们改刀的时候呢 要给它切成大片 这个片的厚度呢 要在一厘米左右 然后呢 我们给它一直切到肉皮 大家看 我们这个里边的这个肉呢 就刚刚好有点断生的这样一个状态 哎 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火候 有一点淡淡的粉色 但是呢 没有血水出来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肉切得稍微厚一点呢 因为只有厚一点的肉 你吃起来的时候呢 这才有那种满足感 就是大块吃肉的那个感觉 这才向我们山东人豪放的性格 我们这个肉切好以后呢 如果你有稻草的话 你可以呢 用稻草去缠绕它一下 但是这个稻草呢 一定是泡过的 如果说你没有稻草 很难买 买不到怎么办 就像老刀这个样子 你就不要用了 因为这个稻草呢 一个是捆扎的作用 一个是中香的作用 来 我们这边呢 肉切好以后 我们呢 就给它起个锅 我们开始炒肉了 炒肉之前呢 我们呢 要给它先把糖炒一下 这个糖呢 不是白糖 这个糖呢 我们要炒一下冰糖 为什么要用冰糖呢 因为冰糖呢 最终出来的糖色的这个亮度 它是不一样的 我们首先呢 往锅里放点油 这个油的量呢 大约在15毫升就行 不需要太多 因为我们这个五花肉呢 在炖煮的过程当中 它本身呢 它就会出油 所以我们在炒糖色的时候呢 这个油一定要少 我们呢 先把大约50克左右的冰糖呢 放到锅里来 给它炒出糖色来 有很多观众朋友呢 在家里炒糖色的时候呢 它都是掌握不好火候 要么呢 它那个火候就中了 要么火候就轻了 在这儿呢 老刀要告诉大家 这个炒糖色的这个火候呢 宁可轻一点 不要让它中了 轻一点呢 大不了就是颜色稍微的不够那么红亮 对吧 那如果说是中了呢 你这个糖色就苦了 就没法硬了 所以呢 我们就是宁清勿重这个火候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这个冰糖现在已经完全融化了 颜色呢 是一种这种淡红色 慢慢把它炒匀 别着急 要让它这个颜色呢 再深一点 看 起泡了 我们呢 把五花肉一下子放下来 然后呢 迅速的翻炒 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现在这个一定要迅速的翻炒 糖色的温度迅速的给它降下来 这样子它就不会往外喷溅了 就不会烫到你了 所以说在家里做烹饪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心越沉 越稳 它越不容易受伤 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一定要炒一会儿 别着急 让这个猪肉表面的这个水分呢 蒸发一下 让它微微的出点油 这样我们在吃肉的时候呢 就不会那么的油腻 我们这个五花肉呢 水已经炒干了 然后微微有点出油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葱姜放下来 葱姜的量呢 大约是20克左右 今天呢 我们这些五花肉的量呢 是1000克 而是2斤 我们把葱姜呢 给它炒香一下 然后呢 把干辣椒给它放下来炒一下 这个干辣椒呢 我们不是为了要让它 给肉增加什么辣的味道 而是呢 利用辣的味道 把肉的这个腥味给它遮盖住 这样子呢 我们呢 就能够做出来 又香又糯 还没有腥细味的靶子肉了 那我们的葱姜 辣椒呢 也炒出香味来了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给它加酱油了 酱油啊 我们要以生抽再鲜 大约呢 10毫升的生抽 看 生抽下去以后 锅里就很热闹啊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香味是很浓的 酱香味是很浓郁的 然后呢 就是老抽 这个老抽呢 一定要少 因为我们的颜色不是通过老抽来的啊 只是给它补一下色 大约呢 在5毫升左右就可以了 来 我们把料酒放下来 料酒呢 可以稍微的多一些 大约呢 是50毫升左右 这料酒呢 有非常好的去腥解腻的一个效果 就是多放一点 那如果在家里呢 我没有料酒 我家里料酒用完了 那怎么办呢 打开一瓶啤酒 倒下去 也是一样 水的量呢 要足以摸过五花肉来 因为我们炖煮的时间呢 会比较的长 所以呢 能够摸过五花肉来 大约两厘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度就可以 那我们的水加完以后呢 香料包放下来 然后呢 黄枝子的水放下来 今天这个黄枝子的水呢 大约是在100毫升左右啊 提前给它泡好 这个黄枝子的水可以让我们这个肉啊 这个颜色要更好看 然后呢 我们把香菜结儿放下来 我们要大约放入在10克左右的冰糖 那这个冰糖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要再放一次呢 这个冰糖的添加呢 可以让肥肉的部分有透亮的感觉 等它煮好了以后啊 我们这个肥肉的部分有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这就是冰糖的作用 冰糖加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放盐了 盐的量呢 大约在10克左右 我们盐调好了以后呢 这个味道啊 基本上就不需要再去添加什么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配料放下去了 就是我们的豆腐结儿 还有鹌鹑蛋 那豆腐结儿呢 我们要提前的泡好 鹌鹑蛋呢 提前的煮熟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肉里边去煮了 做靶子肉的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其他的配料 比如说海带 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耐煮的食材 你能够喜欢吃的这些食材 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同时放入 等着我们那个肉熟了 那这些食材呢 这些配料啊 它也会非常的入味 饱含了肉汁 你想 它能不好吃吗 我们这个时候呢 水已经开了啊 我们把火力调小 盖上盖子 给它60分钟的时间用来炖煮 时间到 咱们这个靶子肉呢 已经炖到火候了 现在已经是满屋飘香了 大家看 咱现在这个肉 给它夹一片 起来看看 是不是 这个肉皮的颜色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弹性 哇 看着就那么的诱人 我们把它呢 盛出来 好了 我们呢 这个靶子肉就已经做好了 来 赶紧尝一尝 吃靶子肉的时候呢 一定把眼睛闭起来 慢慢的品味 这里边的各种滋味 这个肉呢 特别特别的香糯 而且呢 一点也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 瘦肉的部分呢 咬起来也是非常的柔软 并且呢 我们在回味的当中 能够吃出一点淡淡的香料的味道 辣味呢 非常非常的轻 几乎是吃不到 一会儿就能够门 好 真的吗 好 让我来看看 好 让我来看